关于十三阿哥被囚禁这件事 清朝的官方历史当中只提到过一次 那就是在康熙47年非太子的时候 康熙囚禁太子顺手也把老十三给抓了 但是像雍正王朝里面说的那样 一关关十年 这个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次囚禁之后没过多久 康熙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但是有一点见识剧和现实比较接近的是 历史上的十三阿哥他确实是个苦命人 他母亲张家世不是什么蒙古公主 他只是来自一个普通的满人终极军官的家庭 历史上的张家世除了有老十三这个儿子之外 他还有两个女儿 但是他们家族在朝廷里面没有什么背景 这就导致张家世在宫里的地位并不高 而且在康熙38年的时候人就去世了 关于这个女人的一生也没有太多的史料记载 在他去世的时候印象还不到13岁 可以说老十三小的时候就缺乏母爱 好就好在父亲康熙刚开始和他关系还算不错 每次出巡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康熙六次难巡 异祥就随行过四次 以至于八个身边的人都酸溜溜的说过 说老十三是康熙除了太子之外最喜欢的孩子 但是这一切在康熙47年的第一次非太子期间 就突然结束了 正史里面没有说发生了什么 但是咱们就看雍正后来继位的时候 老十三负责给雍正接驾 整个流程是轻车熟路 从这咱们可以猜测 异祥之所以懂这些东西 完全是因为他当年是太子的死党 对宫廷礼仪以及人员调度都是有经验的 康熙非太子的时候 他作为太子进尘 就被康熙给一勺会了 那第一次非太子之后 太子本人倒没有怎么样 而且第二年就被复利 可是十四阿个从此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康熙的喜爱 从康熙50年开始 印祥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康熙随家的名单中 康熙几次给儿子们封决 也没有他的份 甚至在康熙51年 皇帝过六十大寿 几乎所有人都拿到了赏赐 就印祥是啥都没有捞着 而且印祥的两个妹妹也是凄惨 一个下嫁三年之后就因为男产去世了 另一个下嫁蒙古之后不到一年 回来探亲之后没多久也去世了 两个小女孩 一个22岁 一个18岁 那这个时候的印祥也不过20多岁的年纪 结果就是母亲没了 妹妹也没了 父亲不疼 前途未卜 那咱们看他的这个状态 恰恰和老四印针特别投缘 印祥是没有妈 父亲不重视 兄弟不搭理他 而老四呢 虽然有亲妈亲弟弟 但是他的亲妈和亲弟弟还不如没有 康熙去世之后 雍正的亲弟弟 老十四回到京城奔丧 第一件事就是给亲哥哥上眼药 在康熙的灵堂上是大吵大闹 还拒绝给雍正行礼 而雍正的亲妈乌亚 也是个没脑子的 这会儿不打圆场也就算了 还拒绝雍正给他尊风带后 这娘俩是拼了命的 给亲儿子亲哥哥找不自在 那么面对自己的这一家子 雍正和印祥 那肯定是有一大堆的共同语言 印真过去曾经教过印祥数学 从那以后 这哥俩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尤其是在母亲妹妹去世之后 老四几乎就成了印祥唯一的一个亲人 康熙本人的起居住当中也提到过 说康熙在行宫里的时候 老四和老十三就几乎天天粘在一起 连对联都是一起写的 这种关系也注定了 印祥会成为雍正登基之后 非常重要的一个帮手 雍正继位之后 立马就加封印祥为和朔遗亲王 并且在圣旨里面明确说到 要世袭罔替 给亲王的爵位还不够 没事就想着 怎么变着花样呢 给弟弟送钱 有一年雍正以天气太郎 要给下人取暖为由 给印祥家里面按人头算 赏了一大笔钱 怡亲王在雍正朝的这八年里面 也是尽职尽忠 鞠躬尽瘁 44岁就一年早逝了 雍正在怡亲王哄事三年之后 写的和朔遗贤亲王纪文当中 追忆两个人小时候的样子 那写的是情真义切 看得人都快哭了 他自己皇后去世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难过过 雍正和怡亲王可以说是 康熙晚年皇子乱斗当中 最难得的一对兄弟了 甚至可以说 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 只能说他俩是双向奔赴 毕竟一个缺少友情亲情的人 更容易对自己仅有的几个朋友 好上加好 情上加情 也不说是有意思的 自己会客人的 因为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再闫了